在枪击过程中为女侍主英勇挡枪的保镖 腹部伤势严重大量出血 目前依然昏迷 与此同时警方证实嫌犯没有拥枪证 当局也推测凶器可能是一把口径9毫米的半自动手枪 不排除是枪手从邻国买回来的枪支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接受马来报章 每日新闻访问时透露 警方搜证实在现场找到了三枚弹壳 其中一枚子弹并没有发射 而子弹的型号确定是380自动手枪子弹 受伤的保镖妻子洛莱达接受马兴社询问时 则透露 她的丈夫从斋戒月前夕才开始兼职当保镖 目前还在赛城医院接受治疗 至于枪手的妻子法拉 在律师的建议下暂时不愿对案件发表任何言论 还能说是个人论 这一般的状况 吃的食材 这一般的状况 都可能在得着 rist 佛丹斯里拉扎鲁丁接受马来报章 我好什麽 我最讨论 你直接在家里的状况 吃的太于正确 你也能自维零 只能和安安